好 好,然後上1 咦,我問我算什麼這樣 這樣問我會算1 哪裡? 公率知道了,公率是什麼 公率,1個是4.5 公率的d是什麼?p是什麼? 公率是v乘i 公率是v乘i沒有錯 現在跟你講,電公率是v乘i 但電公率,公率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每單位時間所做的 對 我所做的公 公不是vr p的單位是vr 不一樣的意思 我知道他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公是這麼多 那我現在高度會是要算做p 因為我知道總共做出多少 總共做出多少公 我是不是需要把公率先算出來 我公率算出來 但是他時間,我是不是不知道他所耗的能量 那他時間多少 時間不是幫你10分鐘嗎 好的 對不對 好了,我們要看一下這個事情 算完這種狀態 電阻小的功率比較小 電阻大的功率比較大 電阻小的功率比較大 對不對 電阻越大功率越小 電阻越小功率越大 比方說小電阻我可以發出比較大的熱門 萬一在這個系統上 我不小心 我跨一條線過去 一般來講 電線的電阻是很小 所以電阻幾乎為0 對不對 電阻幾乎為0 那電流多大 電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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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流多大 沒有主力的 電流會大 電流會很大 對 V等於 IR 對不對 所以電流什麼 I等於R跟V R是趨近於0 V是3對不對 所以這等於多少 電流很大 無限大 這邊趨近於0 所以電流線趨近無限大 是不是 因為鋤的功率很小 電流很大很大 功率呢 P等於什麼 V等於I I是無限大 功率呢 也會無限大 無限大 他說這條線就很燙 非常燙 超級燙 然後就怎麼樣 就有點煩 就燒起來了 正常來講 在舊式的方式 比如說 我們的木造房子 很多木造房子 現在三個比較相似的地方 都木造房子 他導線 旁邊的水道皮 然後呢 他如果不小心短路 這叫做短路 中間沒有電阻 這叫短路 短路的情況之下 他就放出高冷高熱 他放出很大的熱量 整個電阻 他走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三個也是 那時候電阻也行啊 因為教授平時在那邊 需要電去那邊 就是要亂接接很多電 那又也是三個三個三個 突然 那電 轟 就開始 整個沿著那電 跑了的話 就跑過去 就是很燒起來 就沿著黑板旁邊 整個燒了 然後趕快去 趕快 我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出現 然後老師 那時候我國中 我不知道怎麼出現 然後老師 那時候我國中 就把電關掉 就那個斗開關掉 所以你覺得很棒 就那常常沒有上課 但他先覺得很刺激 就突然就這樣掃起來 就刺激 然後又不要上課這麼慢 對對對 可是我有問題的是 那個電燃那個地方 電燃怎麼樣 就是 你的溫通消耗都有電燃 我算出了 我算出了電流 我算出了電壓 你有算出功率的嗎 功率就是 每秒 一個是4.5 一個是3 對啊 所以這什麼意思 就是 每秒 每秒4.5 每秒4.5 對 所以10分鐘的話 是 60乘上 60乘上10 600秒 欸 60乘上10 好多 600秒 所以他每秒 我們功率已經算出來了 每秒4.5 什麼 每秒4.5 焦額 焦額嘛 所以600乘上 4.5 就是2700 焦額 所以他怎麼耗了2700 焦額 所以這短路知道了嗎 這短路知道了嗎 短路知道了嗎 短路非常危險 所以怎麼克服 建票 對 所以我們會在這系統裡面 在這個地方 你裝上 不是建立 我們會裝上一個保護機構 叫做一個保護機構 在保險師呢 當電流 大家自己就先燒斷 但你看到嗎 假設我這邊的電流 是100安培 那現在這邊是幾安培 也是100安培啊 對不對 當然不是100 100還加1.5 還加到這邊1 對不對 所以這邊總是100 0.2.5安培 所以我在總開關的旁邊 加上那個保險師 我可以確保我總的 從電流出出的電流 最大值是多少 我比最大值還大 假設系統中間 不小心被短路了 我這邊電流 以這邊總系統的 這個大電流 還在加上一些小電流 加起來還大 所以我可以確保 當大電流會發生的時候 我這邊可以先燒斷 我燒斷的時候 就是供電了 所以有時候你在家裡用電 電鍋會打開 電熱器也打開 什麼東西打開 砰 怎麼都沒有電了 現在電開關已經不掉電了 現在不用保險師 已經用保險師 現在用烏龍師開關 就是當電流燒到附的 它就用啪就跳掉了 像這個時候你就必須把它 復規再打開 它就會又有電 可是它很提醒你 耗電量太大了 所以你要把一些大電的東西關掉 再開大電流 再開那個總開關箱 就好 復規了 就回來原來的樣子 所以這是保險裝置 目前所有的電器系統 都要裝保險裝置 OK 這轉路就是這樣子 好 谢谢大家